如果父母罪孽深重,大逆不道,而弟子又无法劝阻,应该怎么办? 是否还要为他们在佛前立长生百位? 如果真的长生,那不是会造更多的罪业吗? 长生百位一定要立,不立不肖。 那你要去学圣王。 你把大圣的故事多多地去念疾病。 你看他是怎样把父母感动,回头生安。 帮助父母,改过自行。 这个里面,高度的智慧,要有很大的耐心。 有智慧,你就有善巧方便。 想出种种方法来的时候,影响他。 让他慢慢地能够结束。